我们首先来关注华山游客被捅伤一案 昨天下午受害人董先生称已经指认一名嫌犯 但是为了更好的得到治疗已经转院 与此同时一段视频又爆出董先生遭到微博恐吓 警方表示现在已经着手调查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昨日下午4点多钟 华山被捅游客董先生发微博称 你指认警方抓捕的一名伤害他的嫌犯 然而到底还有谁参与了殴打伤害董先生夫妇 华英警方称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现在案件正在调查 还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向外公布 10月2号晚 内蒙游客董先生在华山景区东山门停车场遭人捅伤 身中九刀 妻子身中两刀 之后两人被送往当地的医院就职 10月4号 华山景区匆忙表态 此事是两拨游客斗殴引发与景区保安无关 10月5号 华英警方宣布华山游客被捅一案告破 称两名遗犯是华英当地的农民为导票党 对此受伤游客董先生怀疑两名嫌犯是顶包 军欧为何变成了两名嫌疑人 究竟有没有警区保安参与 面对受害者的质疑 警方表示 之前在办案中存在工作失误 昨天下午 董先生执任结束之后又发微博称 执任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不代表承认他的供词 请不要见风事雨 就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最终确定时 昨日一段视频又报出了董先生收到索命微博 为避免意外情况只有转院躲避 在微博上有人跟我们发微博恐吓我 咋说的 说你们马上就要消失了 先送你们两朵小花 目前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近日就此事联系董先生 但是电话一直处于关机中